海巡鼠破或违法走私的品种猫一共查获154只名贵猫种 价值高达新台币1000万元 其中包含俄罗斯蓝猫、布斗猫、波斯猫、美国短毛猫、英国短毛猫等各种受欢迎的高价品种猫 因这些猫未经检疫 为了防止动物疾病传染 只能依法将驼门全数处以人道安乐死 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发言人尼金台说 虽然基于检疫相关法规 这些猫咪可能面临安乐死命运 但基于尊重生命理念 动物救援小组希望相关单位能妥善安置 让猫咪走完检疫程序后开放任养 衍生安置食素与检疫等相关费用 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愿意全额支付 希望这群无辜的猫咪能免于被销毁命运 虽然是为了杜绝疫病传染的风险 但对于这样的处理程序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